隊伍裡排一個吵鬧的順序 最吵的 喔 如果是白夜是這樣子的話 其他應該都會贏 這個應該都懂了 對對對對對 那未來如果辦一個對內斷調賽 你覺得誰會是第一名 對內斷調賽 這不好說 後期也算了 感覺他會第一耶 又茶谷跟一推龍克斯板 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最大的差別 那最快的就是那個啊 技能combo 四個鍵 你有四個手指頭 你要同時按兩隻手指頭以上 覺得那個很冷 那個檯妹上 如果也是鍵盤的話 很輕鬆耶啊 KID是大拇指加十指 他也可以一邊走路一邊買裝 對啊 用十指走路 用十指買裝 馬上回程都要買裝了 對了嗎 我都辦到了 傻眼 對啊 嚇到 那我看那個 很多 很多 相信又有時候也會 那你們覺得自己帶隊伍的風格 是不像哪一種 我比較像自律吧 就你覺得自己應該 做哪些功課 做哪些練習 你做到了 你不會虧待自己 那我就覺得 那我就默認 選手直接生涯還是要自己負責的 對啊 這是他們自己未來的 這是他們的生涯啊 你沒辦法去影響他們 對 我只能跟他說 你今天如果狀態不好 那你下班就要多點練習 也是狀態 對啊 如果你今天一直在扯隊伍後退 就我覺得 你憑什麼休息這樣 後面聊聊隊伍裡 這五位選手 就可能用一句話喜歡他 你先說 你太難了 那先從KID開始 KID KID的話 就是他很厲害啊 考慮到他的力量層面 就是他的強勢層面的話 感覺像一拳超人 強而有力啊 我們團隊的時候 卡麵的勝率是180 14場100% 這麼高嗎 嗯 14場 嗯 那我對KID可能 他可能想 責任我自己上考 他覺得 他需要拿到很多資源 他才有自信一下這把遊戲 所以有時候做BP上 就會很娘娘 我就會問他 這把拳這隻是最好的 但不符合你的風格 你怎麼看 然後他就說好吧 我就只能拿 對 這還是有互相夥心的地方 對啊 那先用 先用我覺得 他比較像是 不會給人家太大壓力的角色 那先用不同的是 他會比較像是 配偶隊友 聼聽隊友的需求 他是 正直的打野 隊友想要什麼 他就給他什麼 先用是一種 很聰明 反應速度很快 然後 照我看來他其實很在意團隊的 和諧這件事情 他比起自己的表現 他其實更想要確保團隊的方向 跟團隊的和諧度 他是一個很在意 很在意均衡的一個選手 那白夜 你對我裡最年輕的選手 他好像 他在選頭髮 沒有 他是很好笑的 就是 他感受不太到 認為感受能力 好像 沒有其他的敏銳 然後會有一些很 我們叫做很白目 可是其實他只是 無心之舉 就是 他覺得有趣 他覺得這樣可以反而氣氛 他覺得這樣子 比較自在 像是我們團隊在復盤 復盤到一半開始可以放 那是羊羊 不會太難 他放了 然後開始唱 對 可能中間收集時間吧 對 就看他上場塔 拍牙醫開張 對 他就出來當下那個小丑 對 他是 開心果吧 對阿 對上開心的 那你去講 五個裡面我覺得 對我對他挺放心的 不管是 復盤啊 或是 練腳 或是指揮能力 我覺得都還不錯 拍得很重 就 對阿 就是他 我們那天比玩賽吧 就 他是第一個跳出來 跟隊友說 他想要的畫面 是長得平衡的 結果他會覺得 這個畫面要長得這樣 他才覺得 就是比較像是隊友的大碼 就是那個 會戰 會戰方面 他知道 我們能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跟對手能做到什麼樣的畫面 然後我們要怎樣做 才可以達到最好的效果 忍者屬於一個 很 很成熟的 思想下 他一直在想著 如何利用自己的優勢 如何利用自己 所掌握的知識 所學的 他也是裡面 不說最認真 因為其實大家都是 我們都是下午一點 練到半夜兩三點 自己回宿舍 回房間 還在練 但他絕對是 目前看下來 就讓後期能夠感受到 他很努力的在 思考自己的定位 團隊的優勢 團隊的劣勢 想要去利用這一些點 就他跟 白夜就是感覺什麼 沒有想那麼多 他沒有想那麼多 他知道自己某些地方很強 他知道自己的優勢是什麼 可是白夜不會告訴你說 他這些優勢 我可以做為隊伍做些什麼 可是忍者會 忍者是一個很讓人放心的選手 那最後一個秀 就是老朋友交給你 老朋友 以前校隊的隊友 那我 他是一個怎麼說 很有熱忱 然後很努力的一位選手 因為他在端遊的時候 打的位置是中路 他在打中路的時候 的特性是這樣 只要隊友 願意幫他創造一點機會 他可以抓住 然後把這個機會 換成戰果 換成人頭 去回報隊友 為他的犧牲 但在他現在負責的位置是輔助 他變成了他必須要 角色交換過來 然後為隊友去創造機會 為隊友去指揮 然後利用的是他以前在 端遊內的經驗 不過最主要還是他 之前在一系列室都成效 然後之前在一系列室上 也是有他的生意 對 那他讓我們最務擔心的就是 他來我們的時候 來這裡有收穫的價值 有很多老選手都有價值 像明星選手 對啊 很容易就遇到那種有價值的人 隊伍裡排一個 吵到順序 最吵的 如果是 白夜是這樣子的話 其他應該都會贏 這個應該就懂 對對對 那未來如果辦一個 對內斷調賽 你覺得誰會是第一名 對內斷調賽 這不好說 後戲有算嗎 感覺他會第一耶 有點捧 他有這樣說 哦 好 謝謝粉絲 謝謝